大家好,我是石玉兰,一起来关心 10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没有登陆的原规台风却重创了贯穿海岸山脉的台山线玉长 以及花64线瑞港公路这两条公路 而立委夫坤其今天是不仅跨峡会堪 同时对于两条公路都同样发生了道路路基严重坍塌的灾害 要求公路局要全面落实地质调查,避免冲到复册 撑散跨峡会堪玉长公路的立委夫坤其 站在路基掏空的路面上惊叹大自然反扑力量的同时 也听取施工单位与公路局的抢修规划与进度 除了跨峡了解玉长公路在修情况 另外立委夫坤其也前往瑞穗花64线瑞港公路坍塌路段线刊 那我们的做法大概跟银厂很类似 我们这几级的赶快先把这个上边坡的部分 先做一些先做一些挖措 把这个路下搬 然后做一些喷零路先去往后 让这个路赶快先换 那底下的部分呢 后续又再来做这个相关的路线工程 立委夫坤其关切花东地区交通安全问题 今天上午邀请了交通部次长齐文忠 公路局总局长许正章 会同花列县政府与乡镇首长地方人士等 逐一道灾害路段进行会刊 肯定公路局在短时间内 尽速先行单线通车之外 对于后续的修复整治 立委夫坤其更是高度关注 就整体要提升他的股票到线道 大概需要多少经费来执行 也跟总局长这里能够赶快请议 赶快把这些评估的思想赶快做完 然后计划一次去合理 但是其他类似当时 便宜行事 直接把土方拿出来 把它balance就弄上去的 没有做一些相当扎实的基础的路段 你们可能要全面团队一下 我家不是没有钱 但你们要把东西提出来 很明确安全第一 没有登陆的原规台风却重创花东重骨中断 贯穿海岸山脉的两条公路 虽然目前都已经暂时恢复了单线通车 但是立委布坤其除了是积极推动瑞港公路升级 也进一步要求公路局要全面检视各公路地质地层 做好详实的地调 在面临天灾地变时 公路交通的设施才能够有效趋吉避凶 记者是玉兰综合报道